嫦娥四号登月探测器,简称四号星,是嫦娥三号的备范星。 其主要任务是着陆月球表面,继续更深层次更加全面的科学探测月球地址、资源等方面的信息,完善月球的档案资料。 嫦娥四号将是世界首科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的航天器。 2018年5月21日发射嫦娥四号终极星雀桥,已经在预定轨道上,做好迎接嫦娥四号准备。 按最新消息,嫦娥四号探测器,将于2018年12月8日凌晨1.30分至3.30分。 发射 简介,嫦娥四号是嫦娥三号的备份星,主要任务是着陆月球表面。 继续更深层次更加全面的科学探测月球地址、资源等方面的信息。 完善月球的档案资料,它将是世界第一颗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的航天器。 嫦娥三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后,经过深入论证和多方案反复比较,最终确定了嫦娥四号着陆月球背面的实施方案。 2018年5月发射终极星雀桥,2018年12月,发射嫦娥四号着巡视组合体,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 吹桥目前工作在巡月球运6.5万公里,得的月拉格王运L2.4命轨道,将为落在月球背面的长额四号月球探测器提供的月中继测控和数船服务。 承担月球背面巡视探测任务的嫦娥四号月球车,基本继承了玉兔套的状态。 但针对月球背面复杂的地形条件,中继通信新的需求和科学目标的实际需要,也做了适应性更改和有效灾荷配制造成。 月球车改造后的嫦娥四号月球车,总重量140千克,是世界上重量最小的月球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员表示,此前在2014年,月兔套在进入第二个月夜之前,就出现了电缆短路故障。 无人说,在温差达300摄氏度的月球表面,落路在外的电缆极易出现故障。 如今科研人员吸取这一教训,对电缆进行了最小化的落路改进,还真的勾画、摩擦等应用场景,做了上千次试验,提升了月球车整体可靠性。 据了解,嫦娥三号着陆器和月球车设计寿命,分别为一年和三个月,但实际上,着陆器目前仍在运行,如今那嫦娥四号月球车设计寿命也是三个月,运行时间预计将比月兔号更长。 有关带贺巨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委员介绍,总体上继承了嫦娥三号与土号的基本框架,在可靠性上下了功夫,特别是在防止月球上的石头,沟壳,摩擦这方面做了上千次实验,保证它长期的在月球上运行。 为了新任务,嫦娥四号月球车在功能上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在嫦娥三号应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同时,还将首次在月球表面开展能量中性原子探测任务,嫦娥四号月球车同时配置了四台科学载荷,其中由国内研制的全景相机,红外成像光铺音和侧月雷达,都延续了嫦娥三号的配置。 但由于这次的任务区域,在月球探测器从未到达的月球背面,因此,有望带来具有较大科学意义的发现。 此外,嫦娥四号月球车上还搭载了一台与瑞典合作的中性原子分析仪,用于观测巡视探测点的高能粒子。 这也将是国际首次在月表,开展能量中性原子探测任务。 吴伟仁也表示,此次嫦娥四号任务,中国际合作在核的数量和规模也是空前的,包括中信星,巡视器和着陆,器上都有国际贷荷,可以实现成果共享,科学数据共享。 这对全人类开发空间科学都有很大的作用,由于目前人类对于月球背面环境和月表情况了解较少,着陆器需要具备很高的自主导航和避障功能,来自主寻找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区进行着陆。 嫦娥四号任务的实施,将突破复杂地形环境条件下的导航控制技术,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循序勘察。 时间,2018年12月8日,1点30分3点30分,地点,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长征三号一改二行,再贺,嫦娥四号月球探测起,月球背面,客户,国家航天局,轨道,得月转移轨道。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AO。